非常欢迎您来到水与阳关系节 近期,有关许家印被捉的消息引起了广泛关注 这位企业家曾领导恒大集团走向巅峰 但近期,其所属公司出现的问题 引发了人们对其个人生活和习惯的审视 恒大集团的倒塌 从许家印的生活方式和习惯中可见一斑 当碧桂园出现问题时 杨国强积极寻求自救措施 如出售私人飞机、套现股份以及借钱给上市公司等 然而,恒大集团出现问题时 许家印却似乎只关心如何继续获取利益 榨干恒大最后的价值 这种做法令人不禁想起那句老话 上帝欲让其灭亡,必先让其疯狂 据传,许家印在恒大负债累累的情况下 仍维持着一个上百人的歌舞团 团长年薪高达五百万 入选的舞蹈演员不仅需要舞蹈功底扎实 还要长相娇好,身材苗条 虽然恒大歌舞团曾参与过多场大型表演 但在恒大内部,最引人注目的却是许家印养着的二十名空梯员工 这些员工被称为电梯管理员 年薪高达三十万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工作轻松 许家印在媒体前总是展现出笑容可居 大义凛然,忧国忧民的形象 然而,私下里,他却是恒大集团内部的暴君 他的脾气非常火爆 动辄对员工破口大骂 那么,许家印为什么要养着这二十名空梯员工呢? 这个事情反映出许家印的暴君和疯狂的一面 2017年,为了配合恒大借壳深深房上市 许家印决定把恒大总部从广州搬到深圳 在广州时,恒大在珠江新城有自己的整栋摩天大楼作为总部 许家印自然有专属电梯 但搬到深圳后,由于恒大没有自己的写字楼 许家印便在卓越后海中心租了二十层作为办公地点 在这个物业中,由于不是整栋都属于恒大 许家印无法享受专用电梯的待遇 因此,他不喜欢等待电梯 喜欢人到梯道或电梯提前等待 于是,许家印便有了这支空梯队伍 而他所在的四十一层和四十二层则非常神秘 非高层和总裁办人员不得入内 其中四十一层设有餐厅、茶室、健身房和KTV等设施 这些细节反映出许家印的形式风格和恒大集团的内部管理问题 尽管许家印在商业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但他的管理方式和经营理念却引发了诸多争议和质疑 这也提醒我们 一个成功的企业家不仅要有商业眼光和才能 还需要注重道德和社会责任 朋友们,对于许家印养着的二十名空梯员工 你们是怎么看的呢? 期待您的点赞和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